所以時間上的話,我還是照我很快的速度 大概,原本是估計五分鐘可以講完啦 不過我相信應該,光影片就播不止五分鐘了 好,我先問一下 大家有聽過 Public Mindy Public Call 這個名稱嗎? 真的為什麼我們沒有要取螢幕啊? 下面可以按到這邊 OK,我看好了 Sorry,這個技術問題 那有人聽過這個名稱嗎?這個算是議題的東西 好,那OK,看起來大家要嘛聽過 那可是私底下研究很久,準備等下Q&A的時候很狠地修理我一頓 沒關係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說 其實這個議題啊,他們是在那個 軟體自由協會那邊,歐洲軟體自由協會那邊開始提倡的 不過這個議題看起來,在其他地方並沒有得到很好的 對不起,這是我個人的偏見 就是說,好像還沒有得到一個非常大的回應 所以我是希望是說,趁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畢竟台灣這部分的話 我們在很多地方都已經領先了其他國家的 比如像資訊開放,或者說open data的數量 我相信在我們這個議題上面也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成效 成為其他國家的一個表算 所以,那我們開始吧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今天如果有看我們Costcap的那個題目的話 我應該可以看到是有兩個不同的名稱 一個是這個,另外一個是所謂的open API 那再問一下,有人聽過open API嗎? 謝謝,感謝 看起來AU真的是有在推廣這東西 沒事 沒有,因為是說,這兩個議題其實是我之前在畢台灣的時候 有得到這個訊息,然後我再詢問一下畢台灣的夥伴跟其他人 那我發現到其實很多人還不是 除了在畢台灣,或是說距離V,或是小部分對這個興趣的人外 基本上沒有人知道這些題目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我才希望可以在這個地方 或是說在其他一些conference上來分享這個題目 也很榮幸你的ivern,或是說其他的人 可以讓我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算是copy paste的結果啦 還趁是跟各位講 好,那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要Moya,基本上我是以Force Asia志工的身份來出現給大家的 不過我另外一個身份應該是在各個iCon的地方 所以說如果各位有機會去其他iCon的話 說不定我們有機會片面 那時候的話麻煩請跟我打個招呼 雖然就算是忘記名詞的話沒關係 記得有一個人叫Moya就好 那同時 好,下面不用講 應該是大家知道就好 先簡單 因為時間上 Ivern已經說了 時間太運了 所以說還是要照規矩來 我還是要幫我們社群去廣告一下 對不起 因為這時間是我的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所謂Force Asia Force Asia的全名是F-O-S-S-S-R-A 前面F-O-S-S的意思就是 Re Open Source Software 它基本上就是提倡Force這個精神的一個社群 那只是差別是說我們希望在亞洲這邊去讓各位去接觸去那個開放自由軟體的一些先回訊息 所以我們希望用Force Asia的名稱在亞洲這邊來去追訪 我們平常也有一些Me Hour也好 我們每年三月還有一個大型的Conference叫Force Asia的Me 待會會有更短暫的介紹 除非我們在剛剛說的活動以及上次的Conference之外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活動是在機耗上面 那麻煩請各位有興趣的話去看一下機耗我的一些成果 真的是我覺得謝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大家是代表就是說像亞洲啊 其實包含絕大部分是印度的啊 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 一些我們大家使用者支持下 我們的算是一個小有成果了 那我是希望把這個部分再分享給台灣的各位 那再來就是我們今年也有申請到一個佈置 那在楼下二楼的时候 各位如果听完演讲的时候 还有点时间的话 你们请逛一下二楼 然后我们在那边 那我会强制性的 很不要脸的去把这位拉住 发给各位一些T-shirt 对不起 T-shirt没有那么多 发给各位一些贴纸跟海报 谢谢 好那回来我们的重点好了 这个东西的话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参加 像刚刚说的VT-1 或是一些GNV的活动 因为我后来 因为等我确定要投这个苹果的时候 我再回去找黑配 我才发现到 原来这个题目在我八个月前 就已经开始做了 不过看起来这八个月 好像我就没有什么样的进展 这个部分我要检查一下 所以也是趁这个机会 才可以跟各位分享这个东西 让各位可以去 算是 不一定是说这个部分是一个可以 可以参考的部分 当然是希望可以把它更扩大 这也是我们参加GNV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黑配的话 其实已经有很多人 一个相当好的一些反馈 那这些反馈的部分 其实并没有包含在我的简讲里面 因为我觉得那个部分 已经太专业了 那专业的部分 我相信各位应该有专业 可以让 再正确的一些讯息发表上面 所以我还是把我认知的部分 跟各位分享 那真正的内容的话 麻烦请这个signal 之后会公开出来 或是说可以各位到Google 可以搜寻一下GNV 然后那个黑配 然后后面写 public call 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个连结了 好 那再下来是我们的V台湾 各位有听过V台湾吗 因为我还是要帮我通告一下 感谢 真的比Vocet下多了 好没事 就是V台湾的话 其实是一个社群为主的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题目 或是很多的意见可以讨论 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还是跟刚刚我说的 Torseshire一样 我还是需要让各位推广一下这东西 那V台湾的话 当然 各位V台湾 然后更要提一个东西 就是叫Join 应该很多人也听过这个东西了 所以这部分就不用再重复 那再来就是说 Join的部分 最主要的是两个东西 它的那个主要的是 这两个 Open Data 跟Open API 的部分 来当做一个串接 比如说政府部门 跟那个民间部分的一些资料 或是说一些城市的部分的间接 那这个东西 在用网路的部分的方式 来透过网路 来跟跟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那个 算是我目前台湾部分 跟国际方面最大不一样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就义 其他国家非常羡慕我们 真的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那再回到我们一个最主要主题好了 Hopper & McHopper Go 先各位先让我播放一个影片 然后让我喝个水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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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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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MoneyPublicCall部分 其实它有引导到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其实有很多的志工已经翻译成非常多语言了 当然其中包含我们的翻译中文 我还不知道这是哪个志工帮我翻译的 不过很感谢它 因为其实它翻译了之后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专案的目的在哪里 因为其实很多人提到PublicMoneyPublicCall的话 可能就一个前天上觉得是所有东西都免费了 其实这个部分不一定不是完全正确 所以它这个翻译其实我觉得它翻译人非常正确 非常恰当 刚刚也提到一些相关讯息的上面 那重点是说 它有提到一点就是 麻烦请各位如果支持这个议题的话 我们希望各位可以有机会去联络你们的立报语言 或是当地的名义代表 然后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支持这个PublicMoneyPublicCall的这个概念 所以各位知道这个网站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有空的话 麻烦请写一下 填一下指示表 目前我承认的是说我有另外一个身份去支持他 对 如果我还是支持他 那再来就是说 那个PublicMoneyPublicCall这个提倡者 是来自于欧洲自由软体协会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RO 那这个创办人的话是很知名丁丁的 Richard Stallman 对 那这个自由软体协会 其实跟美国那个FS的不一样 他们都提倡一些自由软体的精神跟价值 当然还有提倡自由软体的应该所保障的部分 以及受限制的部分 那这个团体自由软体协会 他们认为 我们的软体部分是应该是受到保护 而且是受到自由的部分 就是那个保障 所以他们这部分不只是在个人使用 当然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在公部门 或者说在非常生活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使用自由软体在各个一个领域 当然是刚刚说的在政府部门部分 所以他们提倡PublicMoneyPublicCall 就有话是说 我们的政府其实是已经有很多的计划 目前还是持续使用一些旧的大型的商用软体 不过这些部分是应该是持续下去的吗 我们有知道现在有非常多的自由软体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志工 他们几乎每天24小时 几乎说实话是几乎 24小时在帮忙确认 或者说帮忙监控这些软体是不是安全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种非常理想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道理拒绝任何的自由软体 在我们的公部门使用 这是真的是事实 因为我可以举个 像是我刚刚说的 我支持的那个社群 叫做Whose SR 我们的有很多志工 尤其是在近一度 他们几乎大概就是半夜 那个算是说我们跟进度有时差 不过有时候大概五六点我看一下 他们还是有人在发PR 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他们 这个部分不是一两次 真的好几次 那回到回来这边就是说 这样的自由软体协会 他们提倡这个计划之后 他们认为这个部分 的确不只是在欧洲一个地区而已 他们都希望这个部分可以推广到全世界 所以说我们在Whose SR 部分也很荣幸的成为 根正不是荣幸 我们很支持这个爱念 所以我们成为他们的那个 一部分子 那这部分有列出来说 目前在参与这个计划 以及推广这个计划的组织 可以各一各一项念一下 这个Logo就是我们Whose SR 是我们的社群的创办人 那个Mario 他就是在提倡这个专案 也是因为Mario 他认为这部分实在提倡 所以他通过联络说 我们希望在台湾也同时在推广 这个Cubbio Mimei Pericode的概念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才刚好在挂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可以提倡 为什么使用自由软体 在同部门部分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上面的优点当然是 我觉得都是一个 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 可是有时候 这个东西 各位知道这个东西 可是不见得会 真的可以实行下去 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点 在于说我们公部门的一些 我不能说保守 应该是说我们各个年代 或各个时间点 他们有不同的执行方法 那这个执行方法 如果没有办法与时禁忌的话 我觉得还是 我们需要 不能说警察 对不起 我还是要用一个 比较保守的字眼 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 所谓的变化 那这变化 是不是需要 要维持使用 像以前大型的商用软体 或者说我们可以考虑 在部分的专案下面 我们可以尝试的使用 一些自由软体 而去代替 因为自由软体 我刚刚说了 如果这个自由软体 是好用 而且是被大家接受的话 那这个自由软体 它们安全性 其实是可以不用考虑的 因为基本上 它非常的 很多人在监控它 因为一旦有任何的风险的话 我们可以在很快的时间点 可以把它做修正 而相对的 在商业软体的话 我们说不定 我们还要支付另外一笔费用 才能让商业公司 商业公司 来去更新的东西 所以这部分的话 在节省经费 协容合作的部分 我认为真的都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 之前在与台湾 跟各位讨论的时候 有些人认为 自由软体 是不是一个 算是更省情的方法 其实那时候 有些人提出的观点 是说不是 自由软体 它提供的是 你使用上的自由 可是费用部分的话 我们一样要尊重 所谓的 程式冰写人的一些 那个理想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 生活的感应 生活的所需 所以说自由软体 它并不是一个免费 它是自由 这一点 我真的是需要再重复 跟各位强调一下 当然 自由软体的好处 除了下面两点之外 为公众服务的部分 当然就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因为它已经开业开放 它开业开放的情况下 我们都需要知道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成为它的贡献者一部分 这个贡献者 基本是一个 与其说荣耀 要不是说 你们参与了这个计划之后 你们才成为 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这个组 令语也好 我们这个APP也好 我们这个网站也好 它里面所介绍的东西 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根本就 不是一个 算是一种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状况 所以说 如果需要参与的话 那我们有机会参与的话 我们才有办法知道 这个网站 这个APP的 这个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最后一点是其他创新 我们都知道是说 公共门的部分 不管怎么样 不用说公共门保守会怎么样 应该就是说 我们以比例上来说好了 全世界工程师 或是全台湾的工程师 假设说 有60万 公共门的话 顶多在2000 所以在创新上面的话 在比例上 我们绝对有办法 再用更新的台帝儿 或是更巧的一些 更奇妙的一些想法 去做一些变化 不过 还要强调一点 变化会有大类风险 那这个风险 就是我们需要去 公共门这部分 最担心的就是 风险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个 目前 我还没有想要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只是说之前讨论的时候 我们提倡一个 叫做Sandbox 沙盒概念的东西 那这个沙盒概念的东西 基本上 在之前的Vintech的时候 像相关的 经管会也好 还是相关部门也好 他们已经有提供 用监理沙盒的概念 其实这个监理沙盒的概念 基本上 你可以再提倡到 各个部门 譬如说 你一个新的软体发布的时候 我们说不定 你可以需要 一个更新的大型软体 发布的时候 我们说不定 需要一个小众 一个设施版本 那这个用沙盒的概念 去Vintech 测试的话 真的我认为 还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所以说 在创新的部分 我们都说 创新 而且需要在受控 或者说受保护的情况下 维持相同的运作 这一点的话 其实在自由软体 可能会比商工软体 还更好 所以 自由软体 刚刚已经重复了好几次 就是 让所有人使用研究 分享与改进 那这一点 其实是 每个人的权利 你只要社会 是这个社会的公民 其实我们都享有相同的权利 而这不是说 您是工程师也好 您不是工程师也好 其实对任何人来说 你只要使用自由软体 你就有使用 研究 分享 改进 这些 我就要常心意说 不管是不是工程师 我希望各位去了解 就是 你们都有机会去参与这个变化 参与这个计划的权利 那 回到这一点就是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听过Snowden这个人吧 Snowden 就之前 因为美国一些状况 那 使得他必须 移开美国 对 那他之前 有在针对这个public后 发表一些意见 那这些意见 我可能要看一下小超 对 不过基本上 这些英文应该看起来 就是简单说 我们都需要自由软体 来改变这些状况 改变社会 那 这个连结 我看一下小超在哪 好 没关系 现在看不到 那就再一次 那 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就自由软体 public public code 那 其实在台湾 因为之前 我说过 在半个月前 那时候 因为社群的 社群的创导 我们希望在把制度论 推到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 咨询了一些人 那时候 当然有包含 咨询到AU 那边 AU那时候 有提供了一个 OpenAPI的概念 应该就是说 他那时候 已经规划好相关的一些 东西了 各位都知道API 吧 就是 API 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一个接口 那 OpenAPI 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其实在Linus Foundation那边 是一个专流的计划 它包含了所有的一些接口的定义 以及它的一些资料形态 或者是说一些 object的一些状况 它都已经把它定义了非常完整 那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是在Linus Foundation那边 已经 算是一个蛮成熟的一个专案 相同的 这个部分也是 希望全世界 能够 比如说Linus 的专案也好 或者其他使用自然 专案也好 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接口 那 这个接口在这边 相关连结上面 可以得到更详细的咨询 不过 我们都知道是说 这个接口之后的话 他们都希望可以使用 RESTful的API的方式去解决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 大部分都送RESTful的 对 所以那 在 我可以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这个绝对讲的比我讲的好 甚至是说 这个这一点就是已经 这五分钟讲的东西 已经把所有的 那个 OpenAPI的概念 全部讲清楚了 是政府开放式服务整合 还有云端技术应用经验的分享 我们先谈前半端 就是政府的开放服务整合 我们从民众的角度 来看政府提供的资讯服务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 目前因为网站的前端跟后端 是同时设计的 所以就会有最多只能做到 单一入口多点服务的这个经验 距离跨机关的一站式服务 还有一段距离 针对这个挑战 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才有 在面对目前这个多荧幕 甚至是对话式机器人 甚至是VR 各种不同的揭取方式的时代 目前的国际趋势 都是走向透过开放标准 和共同平台 来进行咨询服务采购的时候 是分开来采购 也就是我们叫做Dekaho Architecture Dekaho Architecture 的想法是 我们透过机器可读的API 当然政府能够专心去进行服务的设计 然后呢 我们让前端各种各样不同接取的开发者 去按照最适合的应用流程 好比像说一个对话机器人 好比像说整合许多不同的API 所提供的服务 来给使用者最好的体验 这个就是所谓政府及平台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的这个想法 那我们如果要落实这个策略的话 我们就要面临政府目前各部门的资讯整合 比较没有全盘的思维 以及各部门资料的整合运动 也有待加强的这两个事实 因此 我具体的想法是 我想要加强现有开放资料 也就是Open Data的流程 希望在采购的时候 就先把自动产生Open Data 这一部分 纳入机器检合的目标 接下来 我们才能够提升各种政府服务的品质 让机器可读 格式开放 作为我们对后端服务的要求 并且让透过这个界面的索引 进而写回到这个后端 变成我们能够提供给任何不特定 线段开发者的努力目标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衔接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透过Open API 来达到自动发现 所谓API Discovery 只要有描述性的资料 来说明网站上哪些部分 提供机器自动解接 那么一个程式 就可以接取大量的网站的服务 接下来 我们还可以做到 让机器人写入 如果这点获得落实 不管是单一认证 这些机制出现的时候 未来各种政府服务使用的系统 就不会受到 现行设计界面的限制 如果出现新的载具的时候 只要找到 机器人写入的端口 就不需要再重做一条系统 所以透过这样子 Open API的推广 我们希望达到 以下四个效应 第一个 利用功用的标准格式 好比像JsonLD 我们可以节省 后续处理跟跨部门接接所需要的成分 第二个 如果需要新增或调整功能 例如新增两个系统之间的自动订阅 接接的功能 那么任何系统服务业者 都可以在现有的API上面 直接进行开发 第三 在需要的时候 例如像建置一个对话性的 这个Bot 或者是说一个行动版的网页 都可以快速的更改服务 而不需要去破坏原本的API的设计 最后 它可以增加使用者的便利性 本来要在好几个网站上面进行的查询 未来越来越多的 就会在特别的针对那种需要的界面上面处理 这样子有助于增加使用者对政府咨询服务的信赖度 事实上 为了提供开放资料平台使用者一致性的open API 国发会已经率先试探 在7年7月的时候公布了 共同型资料存取应用程式界面规范 这个是以RESTful风格作为主要基础 来订定开放资料平台在应用程式界面上面的呼叫方式 规范规则以及所提供的界面类型这些项目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就会是提供一个机器可读的版本 可能是用open API standard 来把它变成一个能够自动资料结界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为了深化open data open API 的发展 落实开放政府的理念 公共工程委员会正在研究修改 机关委托咨询服务厂商聘券及计肥颇办法 以及咨询服务采购契约法等 未来不为协调工程委员和国发会 把这些原则加入评审的加减分享 并且运用现有国际通用的验证机制 来协助自动化验收 希望逐步达到机器可读 可读 可识开放界面缩影和机器可写的目标 当然以上讲的这些想法目前还在演绎的阶段 今天除了像在所作为报告这个消息之外 也是想透过这个机会来抛砖引语 假如大家对这个案子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或想提出其他的建议 我们会请公共工程委员会 在修正草案跟其他的研议记录放在手上 但是还没有定案的时候 都放在国发会的我们叫做仲开奖 也就是join.gov.tw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我们会至少有60天的时间 进行多元透明的相互对话和讨论 这样子往后的修改内容 以及争取各界意见的程序 就可以在落实开放政府政策目标的同时 也能够贴近业绩的实际发展 那接下来呢 是几个演讲的 是 这个AU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话 因为感觉起来好像下午几天大家快睡觉了 我尽量把我的声调在高一点 反正AU 刚刚讲的真的非常清楚 如果各位听一下的话 应该会比我待会要介绍的东西更清楚 所以我还是用copy paste的方法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AU的东西 基本上 因为他讲的Open API 就是想要希望 政府在Open Data 跟Open API 这种方式 来提供政府开放式的服务整合 那这个东西 它已经在2014年的时候 它已经有个通责在 不过实际上 在106年 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 2017年7月3号 好像是这个时间点 它去年的时候已经正式发布了 所以说这个开放 Open API 跟Open Data 相关的法律 根本不是法律 相关的条文 已经落实在目前的政府采购案 或者政府相关条例里面 只不过目前来说的话 还是以鼓励方面的方式 去鼓励我们的采购厂商 遵守这个推定 当然如果你不遵守的话 你会上市很多一些 比如优先权也好 相关也好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 在中央政府这部分 已经有整合开放式 开放制服务整合 我们当然希望 在地方政府 也可以一起来遵守这些东西 其实地方政府 有另外一个法律 是不是 这个可能还要咨询一下 对这部分 我抱歉我还没有 还没有很很很很很 很确实的跟各位报告 不过我相信说 目前来说 中央政府同制定的部分 将来都会成为地方政府 遵守的一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采购法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 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帮V台湾 再去一起讨论一下 再恐慌一下 V台湾我们每个礼拜三的 下午跟晚上 会有一个小区 在那个 现在叫什么 以前叫公总的地方 对 那边各位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 OPAPI的四个小孩 刚刚已经 给EURAM有讨论过 也说明过了 那我相信这个效益 除了在上面用以外 其实最重要的效益 是说 可以提升政府的一些运作 当然 我们这个新的工具 使用出来之后 很多人会觉得 是不是有些 该去检讨 该去用的部分 但最主要是说 政府用的资料 跟我们一般民族 用的资料 是不是一致 这个都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就是除了open data 最大 如果各位有去用 那个像是 DataGov那边的话 或是说 那个open data 那些东西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 对于像那个 Excel 或是说一些奇怪的 这些人会感到很烦 就是 我们拿下来之后 还要清晓半天 放那个comma点 不要清晓半天 不要不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一个 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 没有一个open data 部分的data标准 还没置立之前的话 我们还是会碰到这个问题 那当然除了open data之外 我们的程式应用端 当然是API 我们还是需要 一个真正的API制作 所以说 我们open API 它的确 在open data之后 我们的确 是可以得到很高的效应 那它的行为法则就是 刚刚说的 像那个open API的 Standard部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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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事后通过了 对 那你会使用那个 Resport的方式去解解 当然 我还参考国际化的标准 那这些标准 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这个东西制定下来 并不是只有台湾可以使用 当然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标准是可以成为 国际上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open API的标准 在高分门部分的话 在政府端的话 我们这个东西会一直在去 跟国外的一些朋友去介绍 他们当然认知这个部分 是好用的话 同时他们会 他们也会同时鼓励 他们的政府 来做相同的事情 这还是我们目前 希望跟各位 跟推广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 API在一些 在由于在EU那边 推广之下的话 其实很多媒体 或者说一些 那个数位媒体 他们陆续有些报导 不过我觉得Model 目前的时间点都比较早 应该看一下 2016年2017年 目前我还没看到2018年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是说 如果各位 还去那个 有媒体的朋友的话 麻烦请各位 再去找个时间 拜访一下EU 或是OVITA 或是相关人员 我希望是说 把这个生意 再扩大 再扩大图取 那更多人可以知道 那再也就是说 共通性 那个open API的名称 叫做共通性应用程式 介面 规范 中文字好不好 因为我会放这个的话 是因为它目前 在那个 网络上的slider上面的话 它有一些修正的部分 因为像这个东西 我后来找 我找不到 所以我再把这个部分 贴出来 那各位参考一下 那相关的一些介绍 其实在slider部分 slideshare上面 已经交明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说 在ODP 我们有个叫做 共通性应用程式 界面规范的 ODP档 跟PDF档上面 把这部分说 你都非常非常 应该说 官方说法 就是非常清楚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还是有点搂口 这个部分 可能才可以再 在简单一点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 查到这部分 请用一样 用关键字去共通性应用程式 界面规范的部分 可以找到 那个上面的复档部分 那这个复档的话 我应该有给各位看一下 不过看起来 我的萤幕太小 它目前很明确的 定义一些 比如资料形态也好 它的一些 用RESTful方法 间接的一些架构也好 它目前都把定义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 只要是一个 咨询工程师的话 照这个规则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写出 让别人 也可以接受的 一个专界的接口 这希望就是 我认为政府部分 能够先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 那我们民间的话 发入这个东西的话 再去参与 所谓的资讯采购法 相关的采购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刚刚说的 OpenAPI推广的能力 那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 关于像OpenAPI的一些重点 可是我觉得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范围 都是针对在政府的部分 所以说我觉得 是不是有机会 我们可以把OpenAPI的 这个OpenAPI的这名称 改造OpenGov API 也就是说 让政府单位 可以针对他们的API部分 在OpenAPI 致力于在政府的一些资料部分 那我们民间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是有所谓的 民间的OpenAPI 就刚刚说的 InNAS Foundation的一东西 Sorry 所以这个 我实际是在 有机会的话 再跟其他人 譬如在台湾的人 或是说大家 在一起在考虑一下 是不是可以再把这部分 做一个更明确的 那个 名称改变 就是OpenGov API 那最后 这个是 最后 因为我刚刚十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了 还是跟各位谢谢一下 那顺便再广告一下Porsesa 那最后一个广告就是 我们明年3月 3月14号 17号 在新加坡举办Porsesa上面 那我们今年的10月13号 4号 在越南 有举办一个 跟联合国交恶务组织的一个少年 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参观一下 那个 想今天是 建设的 最后 我是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再两个钟 阿伦刚刚看不起 这个是 我是最后还是 因为我每个talker都希望把这个Slogan更多分享 就是 尤其是 这个Slogan 这个Slogan 我是在 2016年在韩国Python的时候 知道 他们把这当作 他们的Python的Slogan 而且我认为 我们现在一些性别上得也好 同婚也好 一些法律上得也好 我们都需要再去尊重另外一个 不管是族群也好 就是 根本不是一个 我們認為我們自己是正常的人 可是實際上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另外一個 跟我們不是相關的人的情況的條件 所以韓國他們都可以認知到這一點 我是希望我們台灣或是說其他領域的人 也可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在講話的時候 甚至在潛程式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可以考慮到 我們有另外一個族群或是另外一個身份 謝謝 那最後一個是 這個是想要在最後一個 真的最後 我們都知道Gradle是那個Python的支付 Gradle Fund 對 後面那個字我不會忘記 那他在今年7月3號的時候 那個 他聲明他退出了所謂的BDFL 就是那個仁慈的獨裁者的身份 那我們那時候在Edo Python的時候 有去針對這個Gradle的貢獻 我們有去做一個感謝的影片 那我們都非常謝謝Gradle在Python的努力 以及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 以及Python所有的社群網站上面的努力 我們都非常謝謝他 那Gradle也是很快的就回應了一句話 不過這條已經被刪除掉了 我很高興 我那時候還去那條接下來 因為這條已經找不到這個推特了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